這次是屁股的 再來 你超到它保它會自己喧息 它自己喧息 好,我們喧息看看 喧息 喧息一點點看看 好 除了這邊可以喧息之外 它前面有個旋鈕 拉著你 可以喧息 然後 右下角又一個 因為右下角因為我們背著它 它之後我們就喧息 在肩膀上的位 所以這邊都是可以喧息的 但這邊喧息要看你當前的 潛水的姿勢來決定 然後今天如果我們在水面 我們就立著,就是拉高就可以喧息了 但如果今天在圈的過程中是平行的 那你可能 你不可能是這樣平行下這個喧息 一定是要舉高的這樣喧息 或者是你可以用右邊肩 所以如果我在水下會提醒你說 食指按壓就是窃氣 食指按壓就是窃氣 食指按壓就是充氣 然後充氣就是充一點點 慢慢充 如果我今天有你窃氣的話 你今天可能姿勢變成這個樣子 那我可能會提醒你說 可以用後面桃子窃氣 對很好 來我們檢查一下我們的二機頭 現在有一種氣的聲音 是燈頭的嗎 有嗎 這是它的那個 投影的樓 來 我拿起二機頭 拿另外一個 我們先拿它腰腿 看它腰腿有沒有破掉啊 塑感會塑上啊 會不會掉啊 然後甚至可以壓一下 看它全部正常啊 這個樓可以使用 然後要換進去 因為它這個肩膚有點要換 然後 按進去換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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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進去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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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 谢谢观看